而即将工程升退了光复箱 旧办公大楼厅设 现消防局也特别争取 获得了乡公所的同意 利用建筑的最后剩余价值 放火烧了乡公所的旧大楼 提供消防新进人员 进行火灾抢救演练的训练活动 来提升旧灾的经验值 旧大楼农严四起 附近的民众还以为征 纷纷围观 只说消防队火烧 乡公所还真是头一招 光复乡公所就办公厅设 窜出阵阵浓烟 消防局第二大队 各分队车辆人员火速进驻救灾 怪的是旧大楼内的这一把火 却是消防队放的 一旁的乡长林清水 赶紧跳出来澄清说明 所以我们同意 我们花园消防局的第二大队 来做时兵演练 这是我们的火灾的演练 希望说从我们的队员里面 可以火灾里面 选择到真正的技术 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说光复乡 永远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因为实力演练很重要的 所以公所同意 来同意说花园消防局 火烧光复乡公所 这是我们乐意的提供的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义务 原来乡公所接获消防局第二大队 争取获得同意 提供作为消防队救灾救难演练场所 让即将拆除的旧办公大楼建筑 发挥它最后的剩余价值 消防局第二大队 从瑞穗到寿风 各个分队成员干部 全副武装 善用了乡公所旧办公大楼建筑 分组展开各项火灾抢救演练 强化新进消防人员的实展经验 还有我们的演练的话 我们就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火灾抢救的部分 另外一个是建筑物的破坏 这对我们的消防同仁 都是有一个正面的工作的 有的精进的方向 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同仁 以后在真正救灾时候 能够对我们的民众 能够有一个很积极有效的 一个抢救方法 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指出 二大辖区范围内的宅害种类不多 发生频率也低 新进的消防人员只能以战养战 因此特别借由这难得的机会 以旧大楼建筑 规划了各项救灾强衔的演练 提升消防人员的救灾经验值 在这边的火场的经验比较少 那今天这个可以让我们仔细看 它的烟尘跟中心带的运作 对我帮助蛮大的 早上旧大楼建筑物动工 拆除记忆才刚结束 下午就冒出阵阵浓烟 消防队救灾人员以及各式车辆忙着进出抢救 让附近居民一度以为发生了火警 纷纷围观 了解真相后 需经一场打趣的直说 消防队放火烧香公所还真是头一招 记者是越南光复财富报道